帅气兵哥 哥高 外形好 女嘉宾争相示好 你好帅啊 低板嘛 不算太帅 男嘉宾这感觉还挺好的 挺满意的 当兵出神 品着肯定好 瞅得要挺善良他的眼 当女性 也品着好 相亲现场载歌载舞氛围好 为啥女嘉宾直言害怕印象差 悄悄微声色 女儿美不美 女儿美不美 全力回答 跳得挺好 对嘛 面无丑挺下 挺凶的 更多精彩内容仅在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爱的选择 我是孙霞 接下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 瑞莱 嗨 大家好 但丁曾经说过 爱情是人心的憧憬 升华至至善之境 爱的选择 选择爱 我是您的朋友瑞莱 掌声欢迎小红娘文文 嗨 越是单纯的爱情 越是长久 越是牢固 我依然是绞尽脑汁为您出手美好 姻缘的小红娘文文 同样欢迎是里面的四位女嘉宾 嗨 大家好 一号女嘉宾 你好 我想和你手牵手奔向幸福 欢迎二号女嘉宾 我想有一个这样一个安全的地方 三号女嘉宾 你好 幸福的秘诀就是要好好说话 欢迎四号女嘉宾 我想找一个中生老实的相福到老 居然保家手土一心为国 在我们那个场上 很多宾哥哥是深受我们所有女嘉宾的喜欢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男嘉宾 也是一位宾哥哥 来吧 先看看她的照片 一看真的是有鹦鹉之气 但是也是青葱岁月 对 一看那个照片 我相信咱们密室里边的四位女嘉宾 立刻就先加上分了 因为对宾哥哥 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的崇拜 而且觉得当兵的人特靠谱 来吧 接下来 掌声邀请男嘉宾上场 大家好 我来自谁啊 我叫刘虎豹 好 欢迎您 您好 你好 你好 往这一站就特别的打人 而且还有一个背景加持 那就是曾经的宾哥哥 对吧 他穿这身衣服就是代表着他的心情年轻 对 咱们也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男嘉宾 来 15333号 刘虹帽 沈阳人 63岁 离异 有住房 药厂退休 儿子已婚在韩国 年轻时候养成习惯 往往影响人的一生 四年的距离生活 要我保持非常好的生活习惯 每天晨跑和保持生活环境整洁 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不变的习惯 大家好 我叫刘虎豹 我的性格是内向人 我喜欢旅游和运动 身体健康了 精神生活也得丰富 闲着的时候也和战友聚一聚 相约在一起旅旅游 吃吃饭 沟通沟通感情 但是看到战友们都成双入对 我的内心也难免落寞 孩子在国外打拼 过得很好 我也很放心 只是空荡荡的家 以喜庆的节日 更凸显出我难以表达的孤单 我一个人的时候 看看电视 玩玩手机 要我了解爱的选择这个栏目 看到那么多人 都为了爱情勇往直前 我鼓起勇气 推了自己一把 拿出年轻时候的竞技神 寻找自己的幸福 我不是大胆主义 我也善于做美食 隔三差五也做到好吃的 改善改善自己的生活 可惜做的东西再好吃 自己一个人吃的也不行 所以我这次又来爱的选择 想找一个心机善良 能够相伴余生的人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男嘉宾平时特别喜欢旅游是吧 对 你一般旅游都怎么走 都战友 和战友一起走 我们叔叔这次来爱的选择 就是我们编导 从营口给他抓回来的 因为他正在跟他的战友自驾游呢 一听到爱的选择 马上又要录制了 必须得先找老伴 被战友给推来的 赶紧去吧 你就是说你平时大部分时间 都跟战友在一块是吗 对 那如果真的有老伴了 能给媳妇弄家完了 就跟战友玩去 大部分人一起带着走 我吵鸭小帮鸭 对 好多厉害 自驾游凉好的也可以 然后就无情地把战友抛弃了 战友现在可希望他抛弃他们了 想让他有个家 我说的穿着这一套 怎么这么运动啊 这么休闲啊 原来是这样的集体生活 过得是那么的滋润啊 而且男嘉宾休闲娱乐的过程当中 也不怎么低调 你看这衣服啊 就扔到人尺里 一眼也能看着那 对 那包括这个头是不是啊 一米八 来吧 看一看密室的女嘉宾 对男嘉宾的印象如何 来一号女嘉宾你好 男嘉宾你好 你好帅啊 臂板嘛 不算太帅 小衣服挺潮啊 谁给你选的啊 孩子 挺有眼光 挺好 这个服装挺好 如果跟你穿一个情侣的这样色的 你敢穿不 敢 呀 也是个潮瘾啊 有一个女嘉宾没有的 是咱们男嘉宾大哥这个头发 卷曲的头发现在依旧啊 一号女嘉宾 您烫卷没头发 烫了 齐了呀 人家是自来的是吧 对 你是自来卷啊 自来带卷你知道吧 对我们男嘉宾印象不错是不 对 好的 谢谢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对 二号女嘉宾你好 你好 对咱男嘉宾第一印象如何呀 哎呀 没看出来啥玩意儿 这男嘉宾我瞅得挺凶的 凶 脾气大你觉得 完了 是他这个个头和体重给你一种压迫感吗 他表情太严肃了 你笑一下来男嘉宾 等我晃得太刺眼睛了 我不许我挺温和 男嘉宾那你乐一个呗 我怎么乐 所以你嘉宾你想找一个性格好的 不但性格好 你长得也得性格好是不 主持人说得对 我长得小 我长得瘦小 我感觉我有点加义不了他 所以你对咱男嘉宾没有好印象吗 挺好的 阿姨你别害怕啊 我知道您做家政工作的 而且他平时的环境都是那种 带着笑容啊 每天都洋溢着这种笑容在脸上 所以他习惯那样的环境了 但是以你别怕 叔叔是我们老嘉宾老朋友了 我对他十分了解 一会儿啊你再往下观察 通过他感情经历你就知道了 他是属于爱欺负那些人的 就是按照二号我们嘉宾所说 就是男嘉宾长得有点脸冷 是不是啊 对 其实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 但是你真正集交起来 你会发现脸冷的人心肠特别热 单纯 谢谢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三号女嘉宾你好 主持人好 男嘉宾好 男嘉宾这感觉还挺好的 挺满意的 看你这一身装束来打扮来说 心灵挺年轻的 心态挺好 你热爱旅游吗 旅游 运动都可以 我也热爱旅游 如果他旅游不单带你 还带他战友行不行 那行 在一起快乐高兴呗 人多高兴 如果你媳妇挺漂亮的 战友都是男士 你愿意带着一块去吗 那没问题 那是谈不上此处 叔叔目前是他这几个战友当中最帅的 有底 是不是 好 就是女嘉宾 你也是喜欢热闹的人 是不是啊 不介意人多 对 我平时也爱男的女的都有在一起唱歌跳舞的旅游 那无所谓 男的女的都有 都一起来呗 自驾驶开走呗 喜欢自驾游吗 喜欢 自驾游比较好 自由 上步车开走呗 他在正驾驶 你在副驾驶 后边堆堆战友 行吗 行 那好 好 谢谢我们的三号 性格非常开朗的一位女士 来 四号女嘉宾你好 主持人好 男嘉宾好 你好 帅哥 吵得外表都好 他 您喜欢帅哥吗 喜欢帅哥 那帅哥 万一招风影蝶 你 帮兵出神 品着肯定好 吵得要挺善良他的眼 好 那我替你问一问 当然我说的招风影蝶 并不是你自主的去招风影蝶 就说您这个外形人 会不会招来很多女士的喜欢 我一般很少跟你同学接触 也有 跟他们要手机号我从而不开 你看着没 真是有原则的一个人 对 所以说这点可以放心了 谢谢我们秘诗里的四位女嘉宾 男嘉宾已经和女嘉宾聊了一段天了 接下来你要从四位当中 首先选择出一位 上台来和您聊聊天 来吧 听听我们二位的建议好不好 来 别看咱们男嘉宾往那一站 咱们表情是那么的严肃 但是你会发现 这样的一种严肃反而更吸引人 比如说咱们二号姐姐刚才就说了 说了从她这个表情是引起什么 咱们男嘉宾的注意了 对吧 所以呢 她从另外一方面表扬了你 这么正直一个人 往哪一站往哪一去 那绝对是放心的 所以呢我觉得咱们二号姐姐 对你特别感兴趣 另外一个你自驾游的路上 咱们编导给你拽回来了 来二姐选择 咱们三号姐就反复问你 越不越爱意自驾游 所以你的副驾驶将来肯定有人了 你要说哪个女人适合您的话 说实话叔叔 您真的听听我的意见 刚才瑞莱姐推荐二号三号 我再给你再详细介绍一下 这两位二号女嘉宾 刚才我说做家政工作的 她今天未来跟你相亲 你知道吗 她跟雇主这么多年 头一次请假就为了见您 所以说我觉得她的真诚挺打动我的 不知道有没有打动您 第二个就是三号女嘉宾 我是相当相当熟悉她 每一次见到她 我就看到她热情洋溢的 办事也齐里咔嚓的 就以后你要身边有战友 有朋友的话 她带人接物 真的绝对能给足你面子 所以你就想想吧 两个不同性格的 一个是比较持家型的 一个是比较开朗型的 你看你更喜欢哪一个了 来吧 那么最终男嘉宾会选择谁呢 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爱着选择我在这里等你 开朗女嘉宾帅真上台 拼默契秀才艺 现场发生了啥 让密室女嘉宾激动不已 女儿美不美 全力回答 跳得挺好的 谈情男士情感经历 密室啥回应 让男嘉宾如此不满意 我不用20万 10万就行 这也不是承讯是找对象呢 这不是找替换你的 大家选择精彩稍后继续 今年冬天不穿薄秋裤 不穿毛绒裤 就穿天然健康的 多彩超强蓄热裤 只要你亲自摸一摸 亲自穿一穿 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 1.超保暖 自动蓄热持久恒温 看 同样一杯96度的热水 分别用多彩超强蓄热裤 和普通保暖裤包裹 放置30分钟 普通保暖裤包裹的 已经下降到27度 多彩超强蓄热裤包裹的这边 仍有90多度 它就像暖水瓶一样 把温度全部储存起来 冬天穿上它 即使零下30度 照样扛得住 2.超轻便 看 普通保暖裤 重达1500克 耳朵彩超强蓄热裤 仅仅只有470克 重量不足 普通保暖裤的三分之一 保暖效果 却超过普通保暖裤 好几倍 3.超弹力 自由延伸 多维弹力 经电子弹力机测试 面料弹性比 可达1比3以上 怎么了 怎么拽都完好无损 确保高矮胖瘦各种体型都能穿 不勒不松垮 下蹲不开线 看 300斤的大胖子 一下就能穿进去 4.超舒适 采用精维立体编织 无接缝 看 在燕布机经过上千次的摩擦检验 仍然不掉毛 不气球 5.与皮肤亲密接触 犹如婴儿肌肤般细腻柔滑 不掉皮屑 不搔痒 5.超防风 吹风机最大功率使劲吹 蜡烛依然不熄灭 加湿器不断用水喷 一点不沾水 自动吸湿饱干 不憋不闷 让皮肤轻松呼吸 穿着更健康 6.超贴身 瘦人穿不松垮 胖人穿不紧绷 弯身下蹲不露腰 抬腿踢腿不上抽 貼身塑形自由舒展 7.超结实 德国进口仿制工艺 钢刷刷不烂 两人拉不断 结实耐穿 一件能穿三五年 洗衣机清洗不变形 无论洗多少次 保暖度一点不减 8.超时尚 典雅滑贵 在家穿干净利索 在外穿时尚高档 配短裙 配短裤 尽贤品味 好消息 好消息 超寒 超短 超和声的 博彩超强 血雨热裤 为了庆祝 连续三年火爆热销 回回消费者厚爱 足迹成本 不要利润 只赚扣非 商场卖到五六百 今天只要99元 等等 前50名打进电话 买一条 送一条 是的 你没有听错 99元 得两条 名额有限 请赶快拨打电话 还有选择 等你来选择 男嘉宾 您最终会选择几号 女嘉宾 三号 三号 女嘉宾接下来 咱先看看三号 女嘉宾的照片 一看照片能看出来 没少走啊 是 另外一个我发现 咱们这位姐姐 一定是热情奔放的性格 特别喜欢红色 一般人驾驭不了红色 来吧 那接下来掌声 咱们有请女嘉宾上场 大家好 在这里各位都好 很像 咱俩体现也差不多 挺好 挺伴配 挺伴配 我来自沈阳 我叫月妍 好欢迎您 您好 紧张了 来 男嘉宾认识一下 您好 来 相伴来到我身边 来 女嘉宾啊 您自己嘔嘔咕咕的说 紧张了 紧张了 您可不是个爱紧张的人 我真的想当你 当你也好 今天来的也挺匆忙 也没啥准 没紧张 我从小就羡慕当你 你肯定撒谎了 因为男嘉宾不一样了 你可跟我们说过 你从来都没紧张过 但你今天确实不一样 刚刚您在密室里边 反复问男嘉宾喜不喜欢旅游 然后呢 也特别爱热闹 对 我喜欢旅游 但是自驾游更好一点 自驾游 你真的喜欢和大家一块去吗 有了发旅的就俩去 发旅游 走走 俺老玩 俺俩一起老玩 怎么有伴不就会伴吗 我在这边看特别清楚 你现在看到那手没 无处安放的小手啊 就在这个碾这个裙子 就是多刚强的女人 在喜欢的人面前 就是特别的羞涩 是不是啊 她是首先被男嘉宾的个儿 给吸引住了 因为我们女嘉宾 我愿意本身 对男嘉宾个儿是有要求的 对不对 你看你俩太般配了 你个头要求一米几 一米七五 左右吧 一米七五 男嘉宾比一米八了吧 对 所以说这个个头已经过关了 然后还说是个帅哥 所以说现在女嘉宾 稍微有点紧张 她俩挺有缘 她俩有缘 她俩成交挺好 真有啥紧张 不是我来了 你不来相信了 瞧你劝的 还不如不让你说呢 是啊 是这样啊 男嘉宾是个直男 是吧 女人有的时候也需要你续寒问暖 对不对 她挺挺寒厚一个人 嗯 草路线拿挺寒厚 是 挺实在一个人 嗯 不会 你不会小啊 像一直到现在找不到对象 就是不会说 不会那些甜言蜜语 实在 实在在更好 傻话你都渴得人家说 我也没招到 今天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 18847号 岳女士 沈阳人 58岁 丧偶 有住房 企业退休 女儿已独立 生活就是不断地重新出发 乐观的心态 才能维持自己不断出发的勇气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岳言 隔半年 我还是愿意向大家重新介绍自己 我还是 那性格开朗 爱沟通 喜欢唱歌和民主舞 长不大的岳言 鸟鸟 鸟鸟 帅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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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鸟 姓ớ 女儿美 不美 女儿 美 不美 只是现在大环境下 只能在家舞动一下 年轻时我开过沙发厂 做过沙发厂的管理类工作 退休之前还做过一阵子房产局 物业管理 这也和我开朗的性格有关 我喜欢与人沟通 把困难的事物理顺 对我来说 越有挑战性的工作 越能激发斗志 你不要因为我的工作害怕我 生活中我可不是个好管东管西的人 我觉得生活就要自由自在 怎么舒服怎么来 我现在和女儿一起生活 心态自然也很年轻 新时代的婚姻应该双方平等 各自分担 自己喜欢的家务 两个人都不喜欢的就一起分担 两个人都没有压力 才能一加一等于更多幸福 欢迎你来了解我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女嘉宾您真的很潮啊 我看您在直播呀 这个是你的 就是有时候自己玩一玩 然后你直播的才艺是啥呀 唱歌就跳舞 一会儿我让你带他跳两下好不好 再来学一下 吓坏了男嘉宾 我先考验一下你 他唱歌的时候唱了一句 女儿美不美 美 好 这行了 你有点要上那儿了 上半会儿 我先教你跳两段 教你比呼两下 能跟他学一下不 看得来吧 行 你看 这是越来越上那儿 你已经走上正途了 我跳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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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鸳鸯 双喜 叠双飞 埋怨春风 任何人贵 悄悄温 伤伤 女儿美不美 女儿美不美 接你回答 跳点声 这就买得了呗 要说这人熟呢 这是挺实在的人 天官窝窿就在收口 人家就不问你那句老关键了 你就没回答 行啊 慢慢来 是不是啊 没想到您还真跟着跳了 你别说您跳得还行 就是人跳的是鸟 你的是鹰 稍微会点 反正有群反正也能会跳 来吧 见面了 彼此打个分数 首先男嘉宾跟女嘉宾打个分数 95 95 那行了 二块钱挺好 不少啊 女嘉宾跟男嘉宾打个分数 98 好 接下来我向二位作员慢慢聊 我这什么样的技术 要故事 哪个要故事 哪个要故事 下要要故事 你是数什么呢 都挺好啊 这我俩人摊上来 五九年来输住 谁还长 谁还长得好 时间长得好 不是说心眼不好 对 就是念的 他就是思思法 不熟 不熟就好 那六个啥嘛 许分六四 哦 和谁在一起生活 自己 是女孩 孩子 是女孩 儿子 儿子 解放活在韩国定居 现在就你自己在谁啊 对 妹妹和弟弟也在谁啊 好 接下来咱通过短片 了解一下男嘉宾的感情经历 我的婚姻刚开始非常温馨 我什么活都不要前妻做 家里家外的事我都能大保大了 可是我的真心 并没有换来她的相守 她一直下岗 下岗以后 到同学的饭店去打工去了 三天两头不回家 儿子也给了我一定的信息 但是考虑到儿子的成长 我也一直在掩掩 不想戳破这层窗户子 让儿子有一个健全的家庭 直到儿子成家立业 我们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上次我来的爱的选择 也牵手了另一半 可是各方面的不契合 与再婚双方面临的顾虑 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了分手 现在我决定出发寻找幸福 女嘉宾 你能给我带来幸福吗 叔叔啊 你这感情经历咱们也都了解了 你虽然寻寻觅觅这么多年 可是我记得上次在爱的选择 你已经牵手了 要求太高 答不到他的要求 从你们在台上牵手到分手 用了多长时间 32个小时吧 没到两个 一天多点 一天多点 牵手以后下午牵手对吧 然后第二天晚上就闹口就闹了什么彩礼钱了 要的上去要条件 哪大事的 这凭感觉这玩意都是 你不能那么你 他没有医保 然后将来有什么重大疾病呢 我能撑大吗 我还行吧 我说十万一里可以 十万以外 我说 但你就得跟儿女出点钱了 他不同意 不同意一算 我一看这也不行 这也不是成绩是找对象呢 你还没医保不行 没有医保 哪打人呢 没医保他用我没医保那方 我想问一下他从你要多少钱才理 二十 万 二十万 他说要干啥呀 是说你给他 然后你们俩存在一块儿啊 还说 我保障啊 也不多 所以按理说 长期跟人家在一起过不多 这二十万他跟你说明了 你拿来揣到我兜里 是不是这意思啊 也不会说以后我会拿出来 咱们用家用啊什么的 没有 没说 不是关键问题 也没到三十二小时 可能中间十几个小时 就这么要二十万的 对不对 对呀 你不得一步一步走啊得 我说不行 我说我不提款机 水瓶到着就提 对不 我说你要就打不到 不是 我们俩就分手吧 第一段婚姻 你有彩礼吗 那一段结合就五万块钱 其实那就相当于像裸婚一样 但是你知道不 我们叔叔啊可时尚了 人家没觉得要二十万 或者是要多少钱 他觉得是挺诧异 神明漂亮 老板 他得找十二年挺吧 是不 他居然跟我们导演说 我当时没合计那么多 我就怕他用在孩子身上 不用在我身上 时间有点短 我合计再给他降点价 十万以内 哎呀我天哪 这给我急的 我说叔叔你也太实在了 嫁感也不合适 主要是俩在一起高兴 想做点啥就干点啥就完事了 您家是姑娘 对 结婚没 没有 要彩礼不 就是属于男凡义 白子明示里这条件一般的 他都能给点 对不 所以说你觉得一婚应该有 二婚两个人在这个年龄阶段了 这已经不重要了 这就随意了 来咱看看密室 女嘉宾怎么看这事的 来 联系一下密室 主持人你好 你好 要彩礼吧 就是有点安全感 找保姆还得要钱 对不 医院多钱 你得算一算 但是咱不是那个保姆 对不对 日日就是慢慢过 您的安全感你多少钱 我不用二十万 十万就行 这个钱我想问你 拿来之后干啥用 在一起过日日生活 我拿那十万块钱 在我手里头 但是我们有啥事啥的 把这钱可以拿出来 我们共同花 咱花吧 得花到啥那道印上 再一个你要是花的话吧 你得跟我说一下 进干啥花 对不对 就是说得把这钱花在哪 所以女嘉宾 你这个钱不会顺着后门没了 是不是 不可能 问问你一个事 如果说您俩就万一啊 特殊情况 您俩出一出 中间分手了 这钱还退不 退啊 咱们以前有个嘉宾提过 就结婚了 我给他钱了 然后要是过得不好 离婚了 那女的拿钱也跑了 一分不给退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就是说您在这个十万块钱 彩礼钱是接触多长时间 会跟他提这个钱 我们要结婚是不是 如果人家不给你的彩礼钱 能黄不 看看我们处理怎么样 好了 谢谢我们的女嘉宾来 不要彩礼 就是每个月 你给我存点钱 那就是我的 咱说的条件 是一把你一千块钱 其实一谈到这个彩礼钱 作为这个年龄段 似乎觉得有点是很遥远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那个年代结婚的时候 可能基本上都属于裸婚 那么现在我们民法典的1042条当中 专门对彩礼这些方面有一个规定 就是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干涉婚姻的自由 禁止借助婚姻所要财物 咱要是找 比如说找一个大十了多岁的 他老了 人家儿女给他接回去了 儿女给接家去了 咱都不指望要他房子 要他啥的 你接家去了 咱也不让他给存点钱 到时候咱们就得 咱就啥老不着了 白跟他过来 咱没有安全感 因为到时候咱也老了 你说你不给存点钱咱老了怎么办 这个彩礼 给与不给 要与不要 那是两情相悦的最后的结果 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试金石 如果真的想借助于婚姻 让我们自己的生活 变得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话 那我想如果这样的愿望 往往真的会落空的 所以男嘉明您现在择偶是 对方只要要彩礼 就不能跟他出了 他这俩人出的关系到位没到位 那你多少也得买点东西啥 给我们十万 对啊 送红花 咱的账面 咱的账面 咱的账有必要账的 拿这十万块钱花 我不能说这拿这十万块钱 我自己钱啊 咱也不能图图 或者我们俩分手了 把这钱拿走了 箱子做了啥子 咱们得花七八万块钱吧 要的拿的也有责习些 也没有责习 就不可以 就是说在对方不要的情况下 你都能大方当中 对 但是必须的 对方的眼神细地放心点 这得是两个人的感情出到位了 那就无所谓的事了 男的女的谁花都可以 大家牵手就闹得更静悟了 感情不到位 你就跟金山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真的对方没给你买东西 给了你十万块钱 你这十万块钱打算做什么 就是两个人有些重要事共同花呗 我们也看到了二位的观点 其实是基本上一致的 你现在从短片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爱的选择我在这里等你 女嘉宾择偶有要求 现场上演恋爱大考验 怎么这么老回来呢 在哪喝酒啊 喝在哦 今天小剧 有点喝多了 且爱的别生气了 下回注意 你都在看醒了 就得多麻烦 那得提前打招呼啊 男嘉宾你就哄这一句就完事了 如果对方还生气 你怎么哄啊 他没办法 就抱了每一下就 我已经来到浪海了吗 爱的选择精彩稍后继续 今年冬天不穿薄秋裤 不穿毛绒裤 就穿天然健康的 多彩超强蓄热裤 只要你亲自摸一摸 亲自穿一穿 立刻就会觉得五五超所值 一超保暖 自动蓄热持久恒温 看同样一杯96度的热水 分别用多彩超强蓄热裤 和普通保暖裤包裹 放置30分钟 普通保暖裤包裹的 已经下降到27度 多彩超强蓄热裤包裹的这边 仍有90多度 它就像暖水瓶一样 把温度全部储存起来 冬天穿上它 即使零下30度 照样扛得住 二超轻便 看普通保暖裤 重达1500克 而多彩超强蓄热裤 仅仅只有470克 重量不足普通保暖裤的 三分之一 保暖效果 却超过普通保暖裤好几倍 三超弹力 自由延伸多维弹力 经电子弹力机测试 面料弹性比 可达1比3以上 怎么了怎么拽 都完好无损 确保高矮胖瘦 各种体型都能穿 不勒不松垮 下蹲不开线 看300斤的大胖子 一下就能穿进去 四超舒适 采用精纬立体编织 无接缝 看在燕布机 经过上千次的摩擦检验 仍然不掉毛 不气球 与皮肤亲密接触 犹如婴儿肌肤般细腻柔滑 不掉皮屑 不搔痒 五超防风 吹风机最大功率使劲吹 蜡烛依然不熄灭 加湿器不断用水喷 一点不沾水 自动吸湿保肝 不憋不闷 让皮肤轻松呼吸 穿着更健康 六超贴身 瘦人穿不松垮 胖人穿不紧绷 弯身下蹲不露腰 抬腿踢腿不上抽 贴身塑形自由舒展 七超结实 德国进口纺织工艺 钢刷刷不烂 两人拉不断 结实耐穿 一件能穿三五年 洗衣机清洗不变形 无论洗多少次 保暖度一点不减 八超时尚 典雅滑贵 在家穿干净利索 在外穿时尚高档 配短裙 配短裤 尽贤品味 好消息 好消息 超寒 超暖 超和声的 国态超强 虚与热酷 一家为了庆祝 连续三年火爆热销 回馈消费者厚爱 不计成本 不要利润 只赚扣非 商场卖到五六百 今天只要99元 等等 前50名打进电话 买一条送一条 是的 你没有听错 99元得两条 名额有限 请赶快拨打电话 接着通往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关注爱的选择的观众一定见过我 我也会反思我一直没有相亲成功的原因 阿姨我觉得您自己条件挺好的 然后择偶要求也不是很高 为什么不好找呢 哎呀就是缘分没到 现在这生活水平都提高 自己生活也不错 也不差什么 就是需要一个 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俩人生活在一起更高兴 把生活就更过得多知多才一些 实话实说 现在时代不同了 大家条件也都好起来了 精神层面的要求也更多了 两个人说话说不到一起 打架半嘴惹一肚子气 反而不如自己生活来的轻松自在 但是你说怎么算是说得到一起 我自己也想不明白 阿姨但是您的困惑是什么呢 嗯我的困惑就是有些男人 一句话的事就说得不明白 实际说得好了 一句话的事就可以把女人说得高兴 一句话没说好呢 就让我们不高兴 有些男人为什么不会说呢 一直以来 我都想找一个幽默的人 不求你有什么大智慧 只希望两个人的生活 可以热热闹闹 欢欢喜喜的 男嘉宾你是个幽默的人吗 你嘉宾问出了一个问题 你是幽默的人吗 还行 有时候俩人说点俏笔花啥的 不熟 实在常问都 一把说俏笔花不熟 跟战友宰一块的时候 你算是桌上的活跃分子吗 不算 反正隔壮事 反正也能找出来几句 有的会装 有的还不会装 反正斗的都停了 那你现在整一个呗 四个小段 啥啥 你现在就哄一哄男女嘉宾 女嘉宾现在很紧张 你整个笑笔花哄哄她 我现在也紧张 说不出来了 那不行啊 因为我们阿姨说了 她最怀念的就是 她原来丈夫的幽默感 因为她以前跟她丈夫 在过日子的时候 只要她生气 她老公有的时候 一句话就把她逗乐了 一天回家了 今天讲话都挺累的 晚上说回家了 今天绑个脸啥的 就是开着玩性啥的 就是说心情很好 今天你媳妇做的饭菜贼咸 一吃热 哎呦我的天 咸的脑袋儿 你怎么幽默地去说这件事 还不让媳妇生气 今天挺辛苦 我这个菜挺好吃的 那不假话 你还得说出真话来 你可嫌也不能说出来 要不我就这么说 亲爱的 今天菜有点不对劲啊 喝咋的 咋的 咋的哄了呗 那你吃这多难受啊 多喝点水呗 不行就是我做呗 这玩意无所谓事 你会这么说吗 下次我做吧啊 媳妇 可以啊 你会这么说 你第一个话 就得说亲爱的 要是女的 要是男的也老公了 菜稍微有点咸点 下次就做淡一点 口清一点 对人的身体也有好处 哎呦 那就啥有了 三号女嘉宾你会生气不 他这么说 还可以 可以 我告诉你爱婚可注意这事 他比较投稳 下次就注意呗 像咱们这个节目咱也总看 这有些男嘉宾 就是上来乐客 特别随口 对 随口的事 一样的语言分什么样的口气 主持人呢 你好 那不让做就不做呗 让他做呗 真的一点想法没有 也不会不乐意 也不会不开心 稍微有点 要是我我不这么说 我就说亲爱的 今天菜做的咸了 下回收一点我做要不 啊 这么说 先起个好头是不是啊 对 这种受用不得劲不听的三号女嘉宾 对 会更舒服一些是吗 对 你现在什么反驳的话都不跟男嘉宾说 对 就是说的实在一点 最主要的是实在话 别说谎 别说谎言 你不喜欢幽默的吗 你也不能说谎言呢 对吧 要我老公说的话 他就会 对 因为有一次我做饭真的咸了 我没有肠 我老公就说 儿子 一会咱溜的不用开车啊 不开车 那不开车怎么走 飞 为什么飞呢 那吃完你妈做的饭 咱都能长翅膀 又有一话说 吃多了就会变成篇幅嘛 现在多呀 言吃多了就会变成厌别物 就飞走了 生活当中往往就是那样的 不开心的事情被对方一逗 你马上就能听出来他的弦外之音 对 你不能直接了大事 那你要直接了大事 他下不来牌 所以生活当中 如果要是真的能有一点幽默感的话 你可以发现生活乐趣特别多 所以我们看到咱们三号姐姐 总是那么的热情似火 和你之前的那样的婚姻关系 有着很大的关系是吧 幽默就是语言的美 这个不样的有矛盾嘛 三号女嘉宾 我们问了半天 你觉得男嘉宾这种人 能给他定义成幽默的人吗 幽默 他谈不上幽默 就是可能是平时说话 偶尔来一句还是挺 愿意挺的 但是他挺的啥 这实在也挺能动 他也不是不会说话 就是不是特擅长说 人家知道呢 不是特擅长说 我觉得他是那样性格 那好 那咱就把难度降低一点行不行 你不用幽默了 你会哄媳妇也行 好吧 又来了一道题 题目二 你上外边喝酒去了跟战友 回来晚了 生气了 怎么哄 怎么这么晚回来呢 在哪喝酒啊 喝酒 今天小聚 有点喝多了 亲爱的别生气了 下回注意 行动得开心呗 就得中男女 那得提前打招呼啊 不要生气就是 这俩人在一起 你知道吗 还得磨合 还得态度好 那把一个磨合一段 还得逗他 事来得太突压了 没来得 你先去请下 下次注意 太晚了 回来太晚了 所以三号女嘉宾不会生气啊 生气我很少生气 这个事吧 特别希望他逗了 男嘉宾你就哄这一句就完事了 如果对方害生气 你怎么哄啊 他没办法 就抱我了 吻一下就 你来点浪海了吗 这挺好吗 哎呦 过去夸他亲一口了 能扭转乾坤不 可以 没熟悉 就熟悉了 没熟悉 熟悉的更幽默 都能斗 这男的 你知道吗 像荷莱酒都能斗 这样 装给你脑花够用 哪哪呢 他们啥事都精熟 只要他有那个意思 不是说像那个男子汉 我就这么地地 爱咋咋地 那就不行 这种他的心意 我们领了就可以 爱混不得容易啊 我觉得咱们三号女嘉宾 这点说得特别好 因为某种习惯和性格 这么多年了 他不会轻易地改变 但是如果要是真的 意思到了你能够 欣然地接受 我觉得这一点 已经不错了 男是红女士的绝招是什么 其实这两个词 可能不太好听 但是非常的好用 叫嬉皮笑脸 还有死皮赖脸 就是你生气 我也讲 你瘦啥气 太生气还是这招 绝对好事 三遍过后 没有哪个女的还能生气了 真的 你别过去 跟你道歉 让我干啥要死去啊 怎么那道歉 还没完没了了呢 完了 还得稳有了 还得被得抢了 所以男嘉宾 您还是会的 是不是啊 好 今天我告诉你 红了啥都完了 一红就受不了 一红就完了 哪里多少红啊 你好 你好 来吧 今天刘晓二位来我身边 来有请 刘晓女嘉宾稍息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好吗 好 来 男嘉宾呢 您好像本身就是话少的一个人 是不是 对 如果真的是找到另一半的话 你希望对方是能说的 还是不能说的 你不要咋样 也没说几句 他也不爱说话 他不说我也不爱 他如果爱说我还能说点 他说完完他也不太答话 能说两个也挺好 互相沟通不沟通 好像偶尔也能说两句 对 所以你本身不是说一个 爱敬的一个人 是不是 对吧 也行 也怕没道 我也想不准自己 就是别说那些废话 对 俩人落点实实在在的 互相爱听的 是吧 来吧 男嘉宾还有自己 会选择一位女嘉宾 他会选择谁呢 2号吧 2号女嘉宾接来 咱看看2号女嘉宾的照片 这个我觉得好像应该是80年代左右的造型 就那个裤子啊衣服啊 包括特别帅气的短头发 那时候好像女士特别流行 对 因为之前的这个女性都是长发 而且变的也很多 但是就到了那个年代的时候 突然间满大街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短发 感觉特别洒 你喜欢长发还喜欢短发 这短发呗 有可能现在流长了 来吧 掌声有请她上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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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哈 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所有的女嘉宾啊 特别重视咱们场上的形象 所以呢 她们从密室来到场上的时候 都会把她们精挑细选的最漂亮的衣服穿在身上 包括咱们的女嘉宾 上场和密室里是两套衣服 对不对 两套衣服 漂亮吗 但是我感觉她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因为身材在这呢 哦 就是你这个身材是怎么保持的呢 是呢 锻炼吗 哎呀有腰 打得漂亮吗 不管哈 她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 就是她这种对美 对爱的一种追求 我觉得是挺让人羡慕的 也觉得很多人应该做到这一点 跟她到了 大郎穿小指 李嘉宾啊 您对男士的身高有要求吗 没有 是 她害怕 她真害怕 你看那样她真害怕 您是在密室里刚才说了吗 说因为你长得比较娇小 所以对方太高大了 你觉得有点驾驭不了 是 她说她凶 她害怕 那你再看这回凶一凶 你笑点一下快点 还行 还行是不是 来吧 慢慢聊 咱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生活中的样子 07271号 欧女士 沈阳人 54岁 离异 无住房 个体经营 女儿已婚 儿子在读 欧女士总说 她觉得人的命运是需要自己掌控的 努力生活不信命 就是欧女士的座右铭 她现在在沈阳做照顾老人的工作 雇主都说她非常有爱心 而且工作上也十分细心 欧女士是吉林人 为了在这一座城市立足 一路走来 吃过很多苦 坎坷的生活 让她把自己的爱好都舍弃了 其实欧女士和大多数女性一样 很喜欢文艺 爱好唱歌和跳舞 但是她明白 人生中大部分的美好 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 欧女士说 这么多年摸爬滚打也熬过来了 现在她还有两年退休 想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找一个本分的人相互陪伴 其实她也没啥大的要求 头疼脑热的时候 能有个人端杯水 是她觉得人生中最大的幸福和满足 爱的选择您来了 李嘉宾您是纯水洋人吗 不是 我老家是吉林的 她不见得有老宝 没有 远远的 要不她说的一个月给她存点钱 她那没老宝她呢 我女儿在那个沈阳 所以说现在是跟女儿住在一起 我来沈阳也死了多年了 没有吧 其实阿姨特别不容易 她来沈阳之后呢 为了立足嘛 她是租的房子 现在不是干家政嘛 有的时候要照顾老人 还要住在雇主家 所以她特别渴望在沈阳 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好 希望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可以约你这个梦好不好 来吧 见面了 彼此打个分数吧 首先男嘉宾给女嘉宾打个分数 95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数 98分 好 这些流行二位 咱们作业来慢慢聊 她跟我学的 我就是特意给她搞点打 最玩意 打包点 让她搞心搞 对 我是第一 几个孩子 一个孩子 一个男孩 结完活了 在韩国定居 有一个退休金 四千多块钱 所以你呀 那我不能说别人 我就是情况 房子不大 四十多平 淡金 我有一个女儿 有一个儿子 儿子 儿子在老家跟她爸 不用我管 我现在跟姑娘在这边 在这边也失了多年了 我交 交那个养老保险了 还得过年吧 今年交一年 过年交一年能开支 五十五百 五十五 开也开不多些 一千多块钱 我也没有房子 交了一个农村的那个叫 合作医疗 对 好 接下来通话短片 了解一下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女嘉宾择偶啥要求 惹得命是女嘉宾纷纷不理解 都不知道 她上去找房子 她不找房子 她不找房子 还要是没有房子 妈妈 一个三千回家 干什么 她挺好 都演二十小时候 给她服务去呗 现场相亲气氛尴尬至极 主持人跺脚直着急 你现在很迷茫 我现在问你什么话 你都要想很久 没足以不及 你就是吃会儿呗 你要有足以就咔架一整 阿姬选择精彩 稍后继续 近视又老花 眼睛推来推去 真难受 老花还散光 看东西有虫眼 眼睛特别累 随便买的老花镜 没有衣服带着舒服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 不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 看镜带镜 看远要摘镜 走路不能带 外出还得随身带着 如果带错度数 还会头晕眼花 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超视力26部专专业视光检查 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 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 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 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历经68道工序 才能定制生产一副 合格的新型花镜 超视力新型花镜 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 只需一副 看书走路 开会开车 看远看近 一副眼镜 全解决 很方便 超视力新型花镜 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 自从带了超视力 无论是办公会议 还是户外出行 有这一副眼镜就够了 戴超视力新型花镜 看东西不重影 眼睛也不累 户外还能变色 连太阳镜都省了 还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 新型花镜好 步数精准 佩戴才舒适 超视力新型花镜 采用渐变胶核心技术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一对一量身定制 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 近视 老花 遠视 散光 各种视力问题 看书 看手机 走路 开车 都能戴 还可以定制防蓝光 变色 防眩光等功能 不论室内办公 还是户外活动 远近都能看 事物不变形 视觉更清晰 很多老人眼睛花了 不愿和儿女说 是因为年轻人 根本体会不到 眼花后给生活带来的困扰 现在我身边很多朋友 因为用眼过度 人未老 眼鲜花 硬撑着不配眼镜 对眼睛其实很不好 为了不影响工作 和视力健康 还是建议大家 根据需要 来超视力 定制一副新型花镜 超视力我戴了六年多 每个月都到店里 保养调教 三个月 复查一次视力 前一段又升级了 一副大为全是眼镜 戴着特别舒服 超视力新型花镜 近视老花 看愿看镜 只需一副 现在拨打400-100-6565 预约可享受免费视力检测 免费验不护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女嘉宾真的是 前一段婚姻当中啊 过得不是很幸福 而且呢 第二个孩子的出生 就让你们的婚姻 彻底走向了崩塌 你觉得你想用第二个孩子 拴出你的丈夫是吗 是的 我一会去拿着看门 你之前的丈夫 除了动手打你 她有没有在情感上 背叛过你 也不打人 那人从来也不打你 一个刚把手 就是那是有素人 哪能把手呢 我四十岁生儿 她那时候 她就跟现在这个媳妇触碰了 我不知道 没生我就发现了 发现了我说的 你给我一万块钱 我得把孩子做一下 俺家那时候开小卖店 反正有人啊 有别人啊 我说话说的也挺重 后来她就给我 洗到干哪儿 接的一万块钱 你真把孩子打掉了 你听我说呀 要我说这个男人吧 他就是太自私了 我先是可下的钱给我了 赶紧地走吧 东西都收拾完了 我就要走 要走他又不让我走了 人没主意不行 你就是吃亏呗 你要有主意就卡家一走 放这去吧 哎呀 我这人也是要 所以说 你这个人 你就不能信啊 我心是他平时 他也没什么正调 这孩子不想离婚呗 我心不想离婚 哎呀 完了就不让我走 我心没走 没走 孩子生下来了 这个女的 总给他打电话 就要跟他过 就要跟他过 比他小十二岁 后来呢 你说我儿子十三个多月 他种不着家了 就过不了了 然后我就抱我儿子走 金钱和孩子 不是拴住婚姻的 这样的一种根基 孩子也不是婚姻当中的 这样的一种纽带 但是他可以加强 一些夫妻之间的关系 什么才是最主要的 一定要女性 尤其是记住一点 就是两个人的 共同进步与成长 还有你给对方提供的是 什么样的价值 价值不是金钱 而是你和他之间的一种 深层次的 比如说精神上的 或者是生活当中的 一种关照 这个才是关键的根本 那你在婚 你希望用什么拴住他呀 才能给你带来安全感 多不少的他 他就得找保姆 他不找他当保姆 他要是没有钱 那哪一个三千块 要干啥呀 还要帮好 还挺好 对啊 二十小时就给他服务去呗 就是我找一个老伴吧 没有安全感 没有月得给我存点钱 盐品就是说 能不能真的对我好 能靠得住 他可以月也给你存钱 能吗 你应该经过一次 失败的婚姻了 你应该有点慧眼了吧 嗯嗯 你现在看对面这位男嘉宾 你觉得他算是一靠谱的人吗 这位男嘉宾倒是说 这个盐品挺好 挺好 但适不适合我 这个我现在没看 什么样人适合您呢 没没没看出来 什么样人适合您 这给他心里当中有 有艳艳 有艳艳 知道吗 对 这是有艳艳 看谁不大看出去害怕 对啊 从后老实的吧 他说的那个 没有不良嗜好呗 嗯 我本身没什么不良嗜好 嗯 打麻将我不会 你说我现在呀 还用老年级的 玩手机那个我特别讨厌 别早呗 不早就行 别早 咱们要是有不早 你怎么到保五去 男人和女人要是有爱好吧 这个也正常 但是你这个什么事都有度 你要成天整那个手机 说的就是单手不理掌的 就是那么的 哎呀玩啊 那你有啥爱好 我呀 我愿意唱歌跳舞 嗯 别的爱好我没有了 所以你对方要求对方不能有啥样爱好 发护 发护你怎么办 说话不成熟 不说什么啊 你们这一点小事就品了呗 对 就调路一次我就当百次 我就早也不小心了 就是从小事看起来 要少喝点酒也行 最好不抽烟 嗯 你这个有点爱好 那你说现在人都玩手机 玩也行 但是你得有个都 你不能说成天 你就像现在的小年轻人 晚上都睡觉玩手机 来我看暗门市里的女嘉宾 最不能够接受什么样的人 就这位男士一旦有这个习惯 绝对不能跟他摘一块 主持人男嘉宾好 主要是别说谎 别撒谎 嗯 你得实话实说 得忠实可靠 所以你怎么判断他撒没撒谎呢 看他那面目上 表情上 那这就看对方聪不聪明了 是不是啊 那对啊 看你的智慧呗 撒谎我就接受不了他 他或吃饭了 或打着聚会啥呢 第一次我相信了 第二次他说的不真实 我就对证了 他就撒谎 这样我就永远不相信他了 嗯 那如果真的俩人出到位了 真就有一次对你撒谎了 一次都不原谅吗 那就原谅他一次啊 我下回再品呢 看他下回还好撒谎哦 要还是撒谎呢 这点不真实 不相信他了 是不是所有的女士都觉得 男士撒谎是最不能够接受的 对啊 最不接受不了的 好 所有的真话假话 都是说诚实 我想问一下 二号你嘉宾 您对方哪些做法 会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 哎呀这怎么说呢 首先第一点 你对自个儿的生活没有要求 是吧 你想过啥样日子 我听听 有 就是找一个适合我的呗 这个怎么的 我也得瞅着能那个说的 有演员呗 嗯 有没有演员 他是 你现在很迷茫 我现在问你什么话 你都要想很久 你没有规划过吗 你有人给你介绍过对象吗 有 介绍过吗 哪一种你是属于坚决不同意的 他不会做饭 对方不会做饭 他不会做饭 他不会做饭 你不会啊 你要会的话慢慢带一下 我就会的嘛 对吧 慢慢干 你这钱就要他呗 你找你干嘛的 你会做行的 男嘉宾你会做饭吗 行啊 没问题 做饭是可以的 如果对方会做饭你就同意啦 他就是因为这个 给我介绍说那个 他不会做饭 做饭说啥呀呗 看你这事先第一点 你去看那个男同志 有没有演员 对吧 人品你不得得看一看嘛 对吧 那你不能直接趴着 因为各方面条件都挺优越的 对吧 就差一个不做饭 我看不 因为我就是做饭吧 不是那么太会做啊 我先找一个会做点的好 二号姐姐 真的我们都很着急 刚才孙天安问你很多次 你对未来什么样的想法和打算 你可能没给我们一个清晰的概念 也可能自己没有想好 如果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样的话 就像刚才密室里的 有一位女嘉宾所谈到的那样 撒谎 这是不允许的 但是这里面需要分析一下 如果真是善意的谎言 为你好的谎言 我们是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希望咱们二号女嘉宾 一定要记住 尊重你的那个人 最起码的 他没有感情那么浓烈 他也知道拿你当成一个 平等的一个人来对待 如果你没有特别明晰的一个概念的话 一定要找一个尊重你 爱护你的人 这一点非常非常地重要 未来要说一说 我想起来 想起来 就是没想起来说什么 俩人在一起过日吧 不能那个撒谎 有什么事都得说 都对那个俩人和气 不能说的 哎呀我背着你 干点什么 好多有儿女啊 这个不行 你看我也有儿女 我也不能说的 哎呀背着他说 那个什么 干点什么 那都不行 你别匹的造型 阿姨啊 原来被他上一段感情啊 就打磨的 我感觉他啥棱角都没有了 甚至都没有那一点点个性 我就怕真的 您再遇到一个人品不好 你还不会识别 你说再次受伤可咋整啊 我跟你说 姨呀你自己点反思一下 有的时候得有点那个个性 行就行 不行 我宁可一个人过 我就这话说的 肯定有点粗糙 但是你也得有自己的个性和想法 你这样的话 真容易上当受骗呢 来接着前二位来到我身边 来 邀请 无论怎样追求幸福 追求爱情的那个心 是人人平等的 一定要敢想 而且你一定要站在那 非常自信地说 我要找的 必须说喜欢的 必须配得上我的 明白 不要把姿态放低了 好不好 而且你要捋径 我想找啥样的 对吧 而且阿姨 文文告诉你 你很优秀 你看你身材也好 长得也行 你要自信起来 我就是独一无二的我 对不对 不一样的烟火 是不是 所以说你要找一个 你喜欢的 配得上您的 不喜欢 咱也给它pass掉 对不对 好 您稍坐休息 我没会儿见好吗 再见 再见 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掌声有请两位女嘉宾 在一起登场 请看大屏幕 大屏幕上有六道题 在我念的过程当中 选择一道题 来问题 方 一 你介意我经常出门聚会吗 二 你介意还需要工作吗 三 换床单被照的时间间隔 四 你会拿我和前人做对比吗 五 在一起之后 你会介意我和孩子一起生活吗 六 最想去哪旅游 首先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选择一道题 我选择二号 三号女嘉宾说的 她还要工作 你会介意吗 介意 两人没事 还工作啥 还都在那时候了 旅旅游 国内 旅游旅游 疫情过去以后 上国外 旅游旅游 我也挺好 做时候去旅旅游玩着玩着 天土不唱着 是 云南一般都在哪儿宅 好 二号女嘉宾 我选六 六 最想去哪旅游 云南或者新疆都可以 二号女嘉宾 你还爱走呢 有 爱唱歌 二号女嘉宾 你最想去哪旅游 去哪都行 你跟我说的地方 去北京 好 你得有目标啊 我还是让别人拿钱 他也没钱 男嘉宾选择一道题 问对方 我选择一 一 你建议我经常出门聚会吗 三号你嘉宾回答 不建议 二号你嘉宾回答 建议 经常不行 偶尔可以是吧 偶尔可以 你不需要安全感 你不需要少聚点呗 一个月聚两回 少喝点 反正少喝点酒 吃当愿意吃得在家喝点 对吧 赔着喝吧 少陪喝点 如果全是男的呢 那行 不和女的聚会可以吗 一般在有的聚会都带家属 都带媳妇 所以如果带你去行不行 行 那好嘞 有请三位来到我身边 二号你家里有点夸你 你别看别的事咱们喜里糊涂的 但是看人看得挺紧 对 做人老公就得给他开眼点 来 接下来把花 放到男嘉宾的手上 进入我们爱的选择心动时刻 在我倒数三个处之后 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三 最初现在女嘉宾稍微有点紧张 真的有啥紧张 不日子来了 不来乡亲了 瞧你劝的 还不如不让你说呢 二 如果对方会做饭你就同意了 就是因为这个给我记得上那个 他不会做饭 第一点你去看那个男同事 有没有演员 对吧 原品你不得得看一看 对吧 一 请选择 男嘉宾最终会选择开朗大技的他 还是小鸟艺人的他 他肯定选择 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三 二 一 请选择 本次相亲能否牵手成功 按选择精彩 稍后继续 早也咳 晚也咳 天气一变 咳咳咳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周也喘 坐也喘 动不动就喘喘喘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碗 采摘广西大峡谷黄金树嫩叶 一公斤浓缩提取一克黄金油 要力大 要效强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碗 去得了痰 真的了咳 停得了喘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 科学研究发现 0到4摄氏度低温条件下的冷鲜肉 微生物被有效抑制 肉质鲜嫩 香味十足 太好吃了 为了家人健康 我推荐大家使用双绘冷鲜肉 一 请选择 好 非常遗憾 有请三位来到我身边了 男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 二位女士都挺有 就有一点子子女没结婚 我不想找子女没成绩 我想过二十四季 如果儿女结婚了 生孩子 会不会允许对方回去带孩子 可以 那没事 我帮她带都行 谁没选择呢 对啊 您是怕是在这个钱上面有纠纷吗 对对对 好 二号 你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 不适合吧 你进步了 你知道啥样不适合你了 那下面你就要思考啥样更适合你 是不是 你现在知道吗 你还能说吗 会做饭的 啥样人呢 会做饭的 会做饭的 行 咱就抓住这个了 是不是 就找一个会做饭的 厨师要求几级以上的 比我强点就行 比你强点 就是有厨师的都可以啊 行吧 可以不 行 好好 来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不太爱说话 就是 你想找一个 还是想 初中就是还想找一个幽默一些的 善谈的 对 如果评价您自己 你算是比较善谈的人吗 我一般 一般 所以说你按照你前夫的标准 请找一个幽默的人 可能啊 因为之前那一段婚姻比较幸福 所以他会按照这个模式 我附和下来 我再找的一半 如果和我老公很相近的话 也许我也会像以前那么幸福 当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呢 有的时候 他只是占你老公的一个特点而已 最重要的还得是看两个人的性格 来吧 非常感谢三位的参与 也希望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 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利利伴 好吗 谢谢 谢谢您的参与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我想找一个自冷自热的 不二一世界 没有不良嗜好的就可以了 我想找个疼我爱我的那一半 我想找一个忠厚老实的 真心实意对我好的 我想找一位豁达开朗 有担当 有专心的男士为伴 我想找一个忠诚老实的 相依为命的伴侣 其实我们知道 在这个年龄阶段 再找另一半 其实挺难的 可能很多经历过的男女嘉宾 都觉得第二段婚姻 我不想再将就了 希望有个更高品质的婚姻 那希望大家能够相信 我们爱的选择 来到我们爱的选择 这个舞台上来寻找真爱 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 想看往期节目了解更多